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特殊是因为这场婚礼既没有宾客也没有酒宴 对于一生一次的盛世 麻辣女兵选择在军营举办出嫁仪式 这当然不是婚庆公司的创意 而是因为婚礼的前一天 这位女主角还在训练场上参加比武呢 最美丽的云然大礼 现任十四集团军牟领女军班班长 我热爱生活热爱军营 2009年刚大学毕业的我 怀揣着到部队建功立业的梦想 踏上了从军之路 虽然来到部队的现实生活和自己曾经想象的不一样 虽然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军营度过 虽然自己曾经脚嫩的脸庞 也被晒得幽黑发亮 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有人曾问我 放弃了外面的舒适安逸 选择了这条最难走的路 你后悔吗 我想说 这条路上虽有坎坷脱折 但却是人生最美的旅程 不需要织粉的装饰 不需要珠宝的夺目光彩 唯有一身绒装 一颗恒星 扎根均营 默默坚守好其他岗位 如意 今天我们在珠星地进行男女兵雷大战 最看远念 下面我先步 最看远念 开始 这是陆军第十四集团 去谋理的一次实战对抗 红蓝两军 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雷达车装配到位 并测定空中目标 充当蓝军的是 旅里刚刚成立不久的 女兵雷达战 战长就是范雪莲 人为同志 女兵雷达战交叉完毕 停止证 小心 女兵十分三十一秒 蓝军十分四十五秒 十多分钟的较量过后 范雪莲带着女兵们以微路的优势取身 这是雷达战红蓝对抗中 蓝军取得着又一场胜利 对于这样的结果 大家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都是范雪莲带领大家 一路拼出来的 一直以来范雪莲都有着一股子闯性 大学毕业那年 她放弃了令很多人羡慕的教师工作 来到部队 对于这个决定 亲朋好友都非常不解 交往数年的男友李彦刚 更是很不乐意 我一直说 我想要的是自由的生活 她说 她一开始也给我提过行 她说 去到部队以后更没有自由 但是我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说我要去当兵这个事情 所以我男朋友来说 她肯定是不愿意我 去当兵的 软磨硬泡之下 范雪莲和男友做了个约定 两年之后回家完婚 她要用这两年的时间 在部队里闯出一番天地 之后范雪莲被分到了画舞班 虽然通信兵的生活重复而单调 可她却乐在其中 然后你一天就在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 这个内容 然后就感觉 闭上眼睛都是蛮脑子的 都是那个数字在飘 然后就感觉 不知道自己做梦的时候 有没有念出那个数字 因为很多时候 我听到 我晚上没睡觉的时候 听到战友睡着了之后 他们有的说梦话 都是说电话号码 所以我也不知道 说我自己睡着的时候 有没有说 每天背号码背得头昏脑胀 外出训练爬干放下 更让她筋疲力尽 第一次爬干 爬完之后 第二天早上起床 都起床都起不了了 都是再有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的 因为那个爬干的话 它是要全身的协调配合才能上去的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 我一起床 当我手放在床边的时候 我发现 我撑起来的时候 手下没了一样 就感觉特别没劲 因为大学时候就是体育生 比起一般女兵 范雪莲的体能要好得多 几个月训练下来 无论是综合体能 还是化物工作成绩 她都在全联遥遥领险 也理所当然的成了 履理体干名单上的主要人选 因为在平时的这些工作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收获了一些东西 但是可能我想要走得更远的话 就要朝着这一方面去发展 然后就自己也给自己定了目标 然后也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 能有体干的机会 范雪莲十分珍惜 她背着男友偷偷报了名 然而也许是因为太想证明自己 体干考试中范雪莲的发挥 大失水准 那会儿她就状态不是很好了 然后每天就是 她自己吃饭那些也不好好吃了 然后反正就特别担心嘛 因为可能家里面人也希望她考上吧 结果她自己感觉慢慢的 状态不太好 她自己特别担心 然后到最后 就最后一次考试下来 结果下来以后嘛 然后她身边就特别的痛苦吧 就感觉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目标 本来自己干什么事情都很有劲 浑身像毛猪的劲一样的往前冲 结果发现我努力了之后 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就整个人就像泄了细的皮球一样 就怎么都动荡不起来那种感觉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范雪莲有些不知所措 这个平日里风风火火的女汉子 开始变得沉默花眼 眼看着两年 浮一期就快满了 当初怀着一腔热血走出家门 如今就要这样灰溜溜的离开军营 她 有些不 既然我已经付出了 辛苦了 然后我就要努力一下 证明给别人看我是能做到的 申请留队转时关 在部队再待上三年 范雪莲决定在部队继续闯一闯 然而钻着留队申请书 范雪莲却开始犯难了 当初和男友李彦刚约好两年的时间 如今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开口 就那天我也是 自己心里面也在想了很多个场景 比如说我打电话给他 他会说什么 然后是那种的 然后自己也是提起电话 然后又放下去 提起又放下 然后战友也说打吧 反正始终要面对着 在部队的这些日子里 尽管和男友相聚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两人见面的次数却趋之可数 电话成了他们沟通的唯一纽带 一打提起电话 气氛就有点比较那种凝重的感觉 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然后但是后来我还是开口了 我说我要留队 然后我说了之后 那边反正他就没说话 然后过了一会儿 然后我知道他在听 但是他没有说话 然后我还是把我的想法 把我要说的事情说了 他就想了一下 然后说了一个 随便你 然后挂了电话 从来没有闹过别扭的两个人 第一次不欢而散 一边是几年的感情 一边是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哪一个饭学连都难以割舍 几个不眠之夜过后 正当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李彦刚却主动打来了电话 当时听到他说 那你就安心的在部队工作 我等你 然后当时自己心里面就感觉 压在心里面小块石头吧 就放下来了 突然心里面就感动的 有点那种酸酸的感觉吧 就眼泪都要快流出来那种 我等你 一句和入伍前同样的承诺 给了范学连莫大的勇气 也让他下定决心 要将自己做出的选择 坚持到底 从华五元到雷达站站站 幕后台前的转变 他将如何完成 当结婚 遇见比武 进退两难之间 他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范学连 比武场上的新养 转为士官之后 范学连干的是顺风顺水 2013年4月 在集团军单兵专业创破纪录比武中 范学连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了化物专业的第一名 然而面对这样的成绩 他却并不满足 因为范学连的心里 始终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从幕后走到台前 过上一把五枪弄炮的引 2013年6月 屡里开始组建女兵雷达战 为的是给有正式编制的男兵雷达战 提供一块磨刀石 已经是中世最后一年的范学连 丝毫没有犹豫 第一个报名 并被选为女兵雷达战战 然而真正开始集训的第一天 范学连和女兵们就都有些后悔了 自己又摆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本来自己觉得这个专业挺那种的 然后结果发现去了之后 什么门路都找不到 自己在里面就像一个傻子样 这样也不会 那样也不会 所以就感觉 哎 但是是不是选这个又选错了 那种 然后实际心里面又开始忐忑了 再一次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事 范学连只有咬着牙 迎难而上 白天雷达战集训 晚上到总机房值班 这种连轴转的生活 整整持续了一百多个日夜 好多人就说吧 他说你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啊 学了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学了还不是给别人看的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能学就要能用得上 然后我就跟大家说 既然我们学了也付出了 大家辛苦了 就是要用得上 就是不让别人就是看扁我们 就是男兵能干的事情 我们一样能干 他又要自己把专业学好 然后他还要就是说 教好我们的专业 而且上面也给的压力大得很 然后有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他 在旁边自己偷偷的一个人 就在那里想很多东西啊 想要想要自己都哭了那种 巨大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 让范学连有些喘不过气来 很多人都劝他 快退伍了 何必如此拼命 然而这一次 李彦刚却主动劝他留队 因为他明白 只要是范学连决定的事 就不会轻言放弃 我把这个专业好好学 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现在学了一点点 如果我又走了的话 然后我这个事业又到此又结束了 是吧 就没法再继续下去 范学连赛次申请流队 成了旅里面第一个女上市 她开始着手分析每个环节的问题 不懂的地方就缠着老班长问 没有驾驶员就带着战士们一点点的脸 一个月之后 2014年开训第一天的红蓝队堂中 范学连带着女兵们 立亚男兵队伍 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这也让他和女兵队打战 一战成命 今年4月12日 原本是范学连大婚的日子 可正巧赶上旅里的一场重要比武 酒店都预定好了 勤钱也都发出去了 如今再改日子 范学连都有些开不了口了 她就很无奈地说 我都习惯你这个样子了 因为你自己决定的事情 我都没法改变你 她说等你回来 我都等了几次 然后这次好 你都已经答应 我们要结婚了 然后都已经答应了这个事情 那就再退两天 无所谓 反正你已经答应这个事情 虽然还是有些不情愿 但李彦刚依然给了范学连一句 我等你 带着这句承诺 她走上了比武场 基础体能 搬战术 射击 武装乐业 几项客目 换学连 越战越勇 最终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然后当时也比较激动 比较兴奋 然后带着姐妹们回去 然后把装具卸下来 卸下来 然后指导员就找我 然后她说 你毕竟也是连队的人 连队就是你的娘家 什么的那些 就大家就说是 然后把我带到学习室 然后她说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现在是我们见证 奇迹的时刻 有请我们的新郎 李彦刚 闪电生场 她说自己 啊一下都惊呆了 我说她怎么会出现 然后早言就说 啊怎么 因为你这边 然后作为连队 就像你的娘家一样 我们也想把你 从连队嫁出去 然后就说 所以我们把你老公交过来 然后他们这边把你接走 什么的那种 阿贊雪莲 是我们指挥一年 这个大家的女儿 这个新郎和秋冠 大家要不说她三角 和秋冠 新郎 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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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学Ho冠 秋冠 从义务兵到女上市,范雪莲每一次选择的背后都是丈夫默默地等待与坚守。 在军营的这六年时间,对范雪莲和李延刚来说,都充满着艰辛和挑战。 但对于当初的选择,两个人都从未后悔过。 因为他们艰辛,人生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旅行。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精彩。 做选择难,坚持自己的选择更难。 在范雪莲的婚纱照上,她两只胳膊的颜色格外引人注目。 她特意嘱咐影楼不要做任何修士,因为对她来说,有黑的肤色和军装是她人生最珍贵的记忆。 三天的时间,我们向您介绍了三位麻辣女兵。 她们成长经历各异,但是那种来势汹汹,轰轰烈烈,令人回味无穷的麻辣味道,却如出一辙。 相信您已经被她们这种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我们也祝福她们,拥有麻辣的幸福,麻辣的明天。 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推出八一特别节目,敬礼八一军旗,为军人的节日献礼。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